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二十五號的 公視晚間新聞 今天新聞一開始 還是要來繼續的關心 就是江國慶的冤死案的後續發展了 當年擔任指揮官的 前空軍作戰司令陳兆敏 今天下午五點鐘 突然主動前往江家 要向江國慶的母親來道歉 不過卻吃了閉門羹 而江媽媽今天下午 接受電話訪問的時候就說 當天才約要見面實在是太突然了 感覺到不受到尊重 不過陳兆敏則是表示 這次沒有見到 下次還會再找時間來 而對於誤殺江國慶 他坦誠的確有行政上的疏失 不過對於行求逼供 他還是強調完全不知情 下午五點 前空軍作戰司令陳兆敏 來到江國慶家門口 想要親自向江國慶的母親道歉 不過卻吃了閉門羹 所以造成江府 還有社會的不安 也特別表示 現在江老太太 聯絡一直聯絡不上 所以特別到這邊來 希望能夠看到 看不到的話 我會不會在那 陳正銘委託國防部人員聯絡 但怎麼樣就是見不到江媽媽 人在外地的江媽媽對陳正銘突然來訪 覺得很不受尊重 民國八十五年空軍士兵江國慶被指控犯下奸殺女同案 行求逼供下迅速槍決 當時指揮官就是擔任空軍作戰司令的陳正銘 對於錯殺江國慶 陳正銘坦言自己的確有行政疏失 但對於行求逼供還是強調完全不知情 去年監委發表調查報告認為江國慶遭到挫殺後 這是陳正銘第一次公開表達簽譯 這遲來的簽譯江家能否接受 江媽媽透露未來不會排斥跟陳正銘見面 但何時會見面雙方還要再協調 記者林姓郭俊玲 新北市報導 好 北檢呢 江許龍舟起訴 證明是江國慶是遭到刑求而挫殺的 不過呢 當時呢 疑似主導整起案件的前空軍作戰部司令 陳正銘等九名軍官 卻因為法定的追溯時教已經過 而能夠全身而退 所以今天朝野都表達強烈不滿 通軍士兵江國慶因為九名軍官而遭到冤判 挫殺 國民黨團嚴厲批判 而國防部也要針對當初辦疆案 包括陳正銘以及李天宇在內的九名軍官 追究行政處分 並註銷過去給他們的獎勵 檢討當年偵辦此案 何頒的獎勵 是否適當 並依法辦理註銷作業 檢方認定江國慶確實有被刑求不當取公 但是為何就是辦不了這些事案的軍官 法務部表示因為案件發生在八十五年 參與整起案件的九名軍官 因為法定追訴時效已過而消滅 不過民黨立院黨團卻認為如果依照刑法一百二十五條的濫權追訴處罰罪 追訴時效有二十年可以追究責任 對此法部澄清新法一百二十五條只是用軍事檢察官 至於當年行求的軍官則不具有檢察官身份 不是用濫權追訴處罰罪 法務部表示儘管過了追訴期 但將依法提起在意 看看這些人是否符合其他罪名的追訴期 而國防部也將協助江家申請願意賠償 最高將可爭取到三千萬元的賠償金 今天另外一個焦點來看的就是食品被驗出 含有有毒塑化劑的雪球現在是越滾越大了 目前不只是查貨的商品數量繼續增加 還有更多的知名品牌也在其中 而根據衛生署最新的調查顯示 目前所有的問題食品源頭都來自同一家公司 就是育生公司 從下游進貨製造到轉賣的廠商 總共高達四十七家 而目前所有的產品都已經先下架回收了 另外由於部分已經出口到國外 所以衛生署也通報了世界衛生組織 目前整個調查還在進行當中 不排除數量還會再繼續增加 將不合格的產品用塑膠末包起來 貼上封條註明不能出貨 腸缸生劑被驗出含塑化劑的調味飲料 業者公開倉儲並承諾全面回收 而已經回收十三萬包益生菌的康復生劑則表示 將會對上游業者求償 我想它對我們的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針對我們的工料的中游上游廠商 我們保留我們的法律追溯權 原料的部分我們目前有針對公司的律師團 然後對這個廠商已經做出初步的求償的部分 衛生署發現台灣有二十一家工廠生產啟雲劑 其中兩家驗出塑化劑DEHP 都是來自育申公司 供應包括鞋城 安靜 松徽和聖元食品 其中光是鞋城就回收兩千多公斤的起雲劑 是最大的中盤商 下游業者包括月市 台灣YES Sunkiss的果汁 長哥生劑 比非多的麥草茶 其他廠商還有果凍等產品 知名食品聖香珍母公司成為食品則強調 只有幫客戶代購起雲劑出口 產品沒有使用 而衛生署要求 只要香料來源是育申公司都要下架回收 共有47家廠商被切連 我們是逐一的原料 每個原料去查 才會查出來原來它所使用的這個 這個起雲劑的這個部分 含有非常高量的這樣子的一個成分 DEHP的成分 所以基於這樣子的一個成分的過程中 我們逐步的往下 再往上游追查 衛生署更查出污染商品已經出口到香港 菲律賓等國家 除了持續追查之外 也主動通報世界衛生組織 以及相關國家的衛生單位 希望減少對民眾的傷害 我們都透過相關的管道通知 這個其他這些國家的部分 另外我們也將這樣的事件 在第一時間也通知了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挾架了這樣一個食品安全的 這樣一個通報的一個部門 讓他能夠了解清楚這樣的狀況 塑化劑污染事件擴大 全案也已經由檢方接手偵辦 衛生署指出 全國衛生局機查人員也加緊調查 將定期公布最新回收數量 不過各地的調查還沒有結束 預計有問題商品的數量會在網上增加 記者歡入莊志成台北報導 本人在區域中的連結 福建大鬥院的